大家好,这期给大家讲点小道消息 所谓小道消息就是不是我造谣 是我传谣,的确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看了一下觉得还挺重要 而且我认为挺靠谱 他就讲什么呢 讲说土工中国这些年搞了十年 细胞子把这个国家往后拖开刀车 国家搞成这样,经济不行,其实军事也不行 你打也不敢打,你只能欺负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都没饭吃,你还在里露袖子 说他们有一个大致吧,有一个定论 说细胞子至少耽误了中国,至少是二十个年 我觉得吧,二十年不止,你这是大伤元气 就即便是这个时候土工中国 再次回到邓小平的当官发贷死老婆的路线的话 那没得跟一二三十年回不来,恢复不了元气 绝对是就不行了 中国它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迄今为止,共产党的观念的天花板 观念的天花板 我们说过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 它的高度是观念的高度 以前中国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刘渝,写过一本书名字挺好的 就观念的水位 你看你的国家主要看你的观念秩序怎么样 观念秩序如果low b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中共这个组织,它的观念的天花板就是邓小平的当官发贷死老婆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你现在要想从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状态回到过去的邓小平的观念时代 没得个二十年不行 所以他们挺悲观的 觉得细胞子耽误了中国二十年 最近呢说这个高层啊,反习派啊,改开派啊,然后这个什么那个那个的啊 一些个元老啊,都是改开开放过来的吧 其实都差不多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一直对细胞子没那么看好呢 有很多人觉得他肯定搞定的,他没那么牛逼 为什么呀,因为中共的绝大多数的官员,包括他红二代都已经习惯了邓小平的这个白猫黑猫 也就是说都已经习惯了当官发贷死老婆 当官发贷死老婆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相比过去毛泽东时代或者相比习近平的概念观念,他真不一样 就过去是只要社会主义的草,是吧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话很幼稚 但是他是就这么说的,说的是吧 那个习近平是怎么讲的呢 如果经济搞上去了,我们的共产党的路线垮了 党的事业不存在了,发展经济有什么用呢 这不就是过去的话嘛,就是只要社会主义草嘛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嘛,我宁愿穷死 我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嘛,是不是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些跟老东西们在一起呢 就是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说习近平耽误中国至少20年,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这个核心这两个词 就是说这是邓耀平搞起来的 他们说对邓耀平的思路有于反思 就是邓耀平让我们所有人都吃饱饭 让我们所有人都发财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邓耀平的这个路线还有所迟疑呢 连细胞子居然也反邓耀平了 那是因为邓耀平流向了巨大的政治的漏洞 这个漏洞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应该搞一个核心 你想想你毛泽东时代是毛泽东是核心是不是 邓耀平的员好吗 毛主席搞的时候毛主席核心 我搞的时候我是核心 以后呢老江小江啊 你他妈的你就是核心是吧 结果到了胡锦涛搞的时候 再也不提核心了 对吧 就是这个表示江泽民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仅仅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后来胡锦涛搞的时候 就是仅仅团结在还是一样的啊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是个废话吧 人家就是总书记嘛 他这个表达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再提核心这个词了 但是到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又提核心 是不是啊 就是反反复复 你会发现中国最大的一个观念的困境 或者一个观念的家属 或者一个观念的这个地域 就是核心这个词 真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人搞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老头子写的啊 但是写的还有点意思 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说这个一个政权不要标榜自己为人民做了什么 还是要看为自己做了什么嘛 如果为自己所做的比为人民所做的还多得多 这就离失败不远了 说马列主义这件皇帝的新衣还是不穿为好 共产党宣言不一再提及 负责又会有青年李达昭 陈都秀毛泽东出现引发新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东西你看到没有 他们自己也这么说的 前天我做了一些节目很多人看 说共产党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个五毛团队 小粉红 哎呦这些个毛粉 起来闹革命 那麻烦了啊 心服大欢 完全是细胞子一手培养出来的啊 然后就说了一句关键的话 希望中国以后不再有较核心的领导人出现 你看到没有啊 真的核心这个词啊 是中国政治最邪恶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史坑啊 是一个地域一般的存在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话呀 讲的是蛮好的啊 当然他还讲了一些个别的 跟大家也不论一论啊 说构建人民人民人民共同体 是联合国的任务 我们没有资格喊的山响啊 对吧 千万不要忘成世界第二嘛 正是还没有彻底脱贫的这么一个事实 人均一下在说嘛 大国担当的口号 不要老挂在嘴边啊 更不可以去实施 中国是人口大国 领导领土大国 或者是或许是军事大国 但是不能算经济大国 所以恐怕我们的这个担当不起啊 脑头子的话都这样子啊 语重心长 尊重教导 就这么一个词啊 说对外援助啊 不可以没有 但不宜大手大脚 有钱先把本国的医疗教育 住房养老去实际的问题啊 搞好啊 顺提引导世界 引领世界 我们的科技 经济 体制 还有社会文明引导 起来骂 提供发现的模式 以环境资源的破坏 道德文明沦丧 贫富差距拉大 去引领世界 开什么玩笑呢 是吧 然后就说 什么核心呢 什么思想呢 什么重要讲话呢 什么指示精神呢 什么观测学习 什么强烈反应 什么亲自领导 亲自不舍 什么脑结 什么主户啊 这些铺天盖地的 铺天盖地的特色语言 放到一百年前 都是非常的可笑的 现在与这个时代 更是格格不入了嘛 他说在民主国家 政党 总统和政府 是可以被批评的 国家领导人 是可以骑自行车上班的 是可以亲自去超市买东西的 为什么这个鬼脑是接不上的 这些话呢 一看就是个老头子去的 被共产党洗脑洗了一辈子 但是我觉得不错 所以他们把这个文章放出来 放出来 其实就一句话 就搞定了 就是希望以后 中国不再称呼任何人为核心 他们也意识到了 为什么西包子把这个国家搞成这样 就是你上来 他们没有寸功 你就把什么什么一尊 把什么核心 是吧 你这些个词 就堆在这么一个二百五的身上 你不开玩笑吗 为什么要搞这种事情呢 是不是 他们说中央 元老派 北戴河 改开派 包括习近平 他们说包括习近平 都基本上认可这个事情 以后不要再提核心了 以后永远不要称呼任何人为核心 这个东西是真的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这么一路过来的 其实说起这句话 我是更多的是希望讲一些个人的一些生活的经历 其实是很伤感的 很伤感的 这么大年纪了 你离开自己的熟悉的环境 虽然我们现在在一个自由世界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好朋友 有点想法的人都打散了 真的 你看我的朋友 王爷坐牢去了 他做过什么事情呢 他就办了一个一百多人的一个教会 说了几句话而已 他有什么罪的 你跟我说说看看 我去真是 然后我们的余杰成了美国人 美国公民 再也跟中国没关系了 那我也成了韩国公民 整天大韩民国万岁万万岁 是不是 也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了 这不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 真的 真的被逼出来的 我就想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南方有一个 孙志刚的小伙子被打死了 又整晚都在哭 写文章 我最近又在出品新书 也是2008年写的 土工一封锁 十几年了 叫仓皇人物志 我又读到自己的稿子 又把自己给读 哭了 那个时候你是看得到 希望的 孙志刚打死的 的确是很悲伤 我们哭都不行 真的 但是很快 温家宝就把这个什么 然后胡锦涛 我家爸爸就把这个收容管理条例给废除了 是不是 后来马上又接下来又拿了一波 就是特别像今天的时候就拿了一波飞点 是吧 SARS 你会发现 哎呦我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每天都直播 今天有多少人感染啊 什么这么这么这么低 但是做到信息透明 真的挺好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上Google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Gmail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 可以在南方系啊 在经济观察报啊 很多个报纸啊 很多个杂志啊 我们都可以随随便发表自己的言论 也没人找我们 那个时候相对还可以的 我们这些个中国人说实话 对土工中国的要求没那么高 你能让我能够大致能够自由的表达 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表达啊 我们也没骂过胡锦涛 我们也没骂过温家宝是吧 完了以后呢 你就到了出了个习近平 你把这个国家往回拖 我们就连我这种人都没有生存的空间 你说不跑怎么办呢 其实谁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呢 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谁不愿意在自己的熟悉的环境里面 用着自己非常的劲道的语言 去沟通去交流去写作去呼吁呢 那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在中国的话 你第一是养不过自己 第二个我也很有可能坐牢去了 习近平真的是害忍惊 真的他耽误了中国至少20年 他耽误了好几代人 我这代人虽然好日子也赶上了 但是我你看我也就是要重新开始 他得亏今天是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还在这个优管上面跟他 跟他跟恶搞一下 还能赚点生活费 我有时候就想要是过去的话 没有互联网的 我跑到海外自由世界 我吃什么呀 真的我只能去刷盘子 我只能去开大卡车 就我这个小身板 年纪也大了也开不动了 是不是 我昨天看了纽约加拿大 干戈 那年轻呢 辛苦啊真的真的辛苦 不容易赚点钱血汗钱真的拿命博的啊 这都是习包子害的 如果中国是一个你想想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世界跟台湾一样的跟韩国跟日本一样的那我估计全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你全世界的成功人都会奔到中国去的中国该有多牛逼啊 就出了个细胞子越高越长所以我看到这个文章我心里挺感慨的 我说说说说我眼泪都出来的呢 怎么就不好好折腾呢 不好好生活呢 不让老百姓过个日子呢 哎呦我经常我也是跑到日本跑到台湾跑到这个什么韩国 我看他们的这个老百姓也没钱的比我聪明多少啊是不是我读的书肯定比他们多啊 他们一个一个脸上都没有一副被欺负的样子大家啊你做自己的事情养家糊口多幸福呀是不是 哎我真的希望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不是个谣言而是真的啊 细胞子耽误中国至少20年 我希望以后中国再也不要搞这种什么核心不核心的真的这是这是人类的大忌啊 真的大忌只要一个国家有什么核心有什么领袖啊 有有有什么就就这些个破词我跟你说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生不如死 那所有人都是流利失所所有人都是当饿死鬼的命你以为呢 不说了谢谢 不说了谢谢 不说了谢谢